我 主菜的奶爸GoGo 实名举报 这个人对我进行废报 就是说觉得像我们这样 不工作的陆配YouTuber 都是来搞乱台湾 带风向 洗人口 其实像这样的事情 我在上海完全没有接触过 觉得上海 没有像台湾这么完善 我 主菜的奶爸GoGo 实名举报 这个人对我进行废报 我现在就在这边报警 然后这个诽谤 对我造成了非常大的 不好的影响 因为它会使人产生幻觉 我主菜的奶爸GoGo 现在是来这边报警 我要让大家知道 这个诽谤的人 在镜头背后 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哼 笑一笑十年少 微笑一分钟 就有60秒钟的快乐 大家好 我是主菜的奶爸GoGo 来自上海 因为爱情嫁到了台湾 原本是一个平面设计师 现在是两个小孩的全职奶爸 喜欢分享一些 不怎么夸奖台湾的日常影片 经常得罪观众 其实平时我还是蛮忙的 通常就是白天 我老婆果果送壮壮去学校之后 她自己去上班 那就留下我跟妹妹两个人在家里相处 需要出去买菜啊 然后做一些家务啊 还有带小孩这些事情 虽然这些事情并不是什么重体力活 但是如果有带过小小孩的观众 一定知道 带这种小小孩 很耗费精神 就是你会觉得心里一直会有一个牵挂的东西 很累 精神很疲劳 所以呢 碰上这样的事情 真的也是很让我困惑 什么事情呢 就是我开头所说的这个事情 有人对我进行诽谤 这个人啊 其实一年之前就有跟我撕X'过 但是当时具体说了什么 我有些记不太清了 那为了录这一期影片 我还特意去翻看了一下 我就发现 我当时还没有像现在这么淡定 我真的没想到啊 当YouTuber 本来以为是可以锻炼自己的创意 锻炼自己的口才 没想到YouTuber给我的锻炼 更多的是在情绪上面的稳定 但我现在情绪要比当初稳定了许多 那些撕X 主要的矛盾呢 大概是因为我当时做了一部 讲关于两岸APP的分享 那他就说我在里面大力推广大陆的一些APP 像什么支付宝啊 一些线上支付的功能 说我在大力推广 真的是开玩笑 那大家知道我推广APP 其实费用是很高的 我做YouTube到现在 唯一推广过的一个APP 就是Support Shack 总之呢 思扯到后来我就把它封锁了 那过了很久时间 过了一年嘛 没想到这次啊 就是那个路配圈的百事通 就是在别人的一支影片下面 发现他又对我进行了留言的诽谤 他的大致内容啊 就是说我们这样的中配 非常不单纯 他说在一年多前 有看到大瑶带瑶妈去高中跟学生交流 内容有提到什么中国爱用的APP 譬如抖音小红书 微信支付宝这些 然后他觉得中配所有影片的主题 一致性很高 然后果然他说 过没多久就看到奶爸狗狗 也做了一集讲那些中国的APP 然后他就自己说了啊 他在别人的影片下面提到了 我们这些路配都在影片里面有推广这些APP 他说没想到这个路配奶爸狗狗就过来留言骂他 而且骂人的水准就跟网上的粉红五毛 乌原汇语一个水平 让他很惊讶 觉得我在我影片当中的温文尔雅 跟骂他的人设很不一致 我这样乌原汇语的侮辱人 会不会对我之后拿台湾身份证有影响 他说没想到我更火大 甚至胡言乱语装疯卖傻 不过他说我当下忘记切换账号 然后隔天我就删除了过激的那些留言 而且他还说他对这些留言有截图进行保存 他说看来这些中配都是有网军支持 然后骚扰像他们这些揭露者的 然后呢他就把他的留言引到了一些极端人士 非常认可的话题上面 就是说觉得像我们这样不工作的路配YouTuber 都是来搞乱台湾带风向洗人口 然后他还说到像这次总统大选立委选票赢的并不是太多 就是因为有我们这样中国籍的配偶在这次选举战中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力 我不知道这影响力发挥在哪里 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一个组织给我们下达任务 我们这样的KPI估计早就被炒鱿鱼了吧 这次选票的差距大家也知道差多少 那这样说啊 其实像这样的事情我在上海完全没有接触过 就是对个人名誉进行诽谤这样一个事情 因为第一我在上海没有做自媒体 所以不会接触到这样的事情 那第二呢我觉得上海相关侵权啊名誉这方面的法规 没有像台湾这么完善 我是说真的没有这么完善 就是像我们广告圈里面 骗稿这样的行为还时有发生 那对一个像我这样区区只有两万多订阅数的人来说 这个侵害我的名誉真的是非常小的事情 我估计警察都不会去管这么小的事情 那还有第三点我为什么在上海不会去报警 就是因为我在上海非常害怕警察 因为我如果之前有看过我内容的话 知道我有一期里面讲我在地铁里面被查身份证 然后遭受到了比较不公的待遇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很怕上海的警察 那就是以上这些原因呢 我对于诽谤的这个定义其实并不是太清楚的 那我这里就刚好想到了 我之前在台湾拜的一个老大 也就是海基会 因为海基会有跟我说过 他们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 而且不光是针对像我们这样的陆培身份 针对一般的台湾市民 都是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 只要你打电话去求助就可以了 所以这次呢我就直接拿起电话 打了海基会的法律求助热线 然后也非常感谢他们给了我一个明确的解答 让我了解清楚了诽谤的这个定义 你的目的其实不是要钱的话 也许走诽谤会快一点 因为这样子就直接请他去查IP 那要达到什么程度才算诽谤呢 就是明知不识而散布 而且这个内容是 就是说基本上就是明知不识 而且是有损人家的名誉 对啊 而且陈述的是一个识 而不是说骂你骂 就是说我如果今天在网上骂你 我就随便取理 我就真的骂了 对对对对 假如我骂你说 啊你是个网吧 但是我没有讲后面的识识 我就这种单纯的骂骂就是侮辱 但是我如果像他这样子 他讲了一个故事 对对对 你做过什么什么 对对对 让人反正对你有不良的印象 那这个应该就是诽谤 哦 所以这有点差别了 嗯嗯嗯嗯 了解了解了 并且之后我真的是一鼓作气 马上进行了网络报案 我觉得这件事情 但凡中间妹妹闹一闹啊 什么的插入一下 打断一下 我可能就没有这个精力 没有这个 这个能量 去把这件事情 就报警这件事情 进行下去了 因为这个真的好像 就要一鼓作气去完成它 那然后呢 我先是在网络上进行了报案 但是后来警局有打电话给我说 我这样的事情需要本人去 呃 警局做笔录 那然后当晚我就去了警局 其实去警局之前还是蛮犹犹豫豫的 真的 就是一方面很累 呃 我先要跟果果两个人 把两个小孩哄睡 哄睡之后 大概就已经十点钟左右了 然后我出门到警局 差不多十点半那天 然后我一路上也是在纠结 也是心里有在敲退堂鼓 说要不要算了 因为觉得 确实是蛮小的事情 就是 有一个非常无聊的人 对我进行这样一些诽谤 确实是很小的事情 我想要不要占用社会资源 浪费公共资源这样子 但是因为那段时间呢 有很多呃 类似于网军还是这样极端的人士 有非常多在我这里进行这样这样那样的非常让人讨厌的留言 所以我就一想呃 杀鸡敬猴也好嘛 就是要给一些比较极端的人有一个警告 不能让他们太无法误签 然后那天去警局录录呢 确实时间蛮晚的 那个警察也是蛮疲劳的 所以那个过程非常长 大概进行了一个半小时 总之我从警局出来已经12点多了好像 呃 然后那个警察还问我 是不是网红 我说我要怎么定义网红 我应该不是吧 才这点流量 就是一个自媒体工作者 帮我录录录的这个警察也是一口台湾国语啊 他把诽谤打成毁谤 我就看得很着急 然后最后登录身份的时候 呃 他一直把我的那个证件号登不进去 然后他就去询问另一个警察 那个警察就说 他是外籍人士 又不是本国人士 那个身份要选择外籍人士 就是反正那个过程很久 真的 我从警局出来就觉得 哎 早知道这样就就不要搞得那么累了 就算了吧 看我后面啊 人权两个字 人权 呃 网路不是话外之地 呃 言论自由不是可以胡言乱语 所以对 呃 一位 之前已经被我拉黑的观众 然后他在其他的 频道下面 对我进行留言 诽谤 那我进行了一个 呃 警处的录录录 啊 其实录录录之前我纠结了很久 要不要来 因为 很累 真的很累 现在已经12点了 那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鸡是杀了 猴子能不能进驻 我是不知道了 他现在还没有结果 但是我觉得呢 经过这段时间 我自己的内心又更比之前强大了一点 呃 就是很可笑 反正目前我已经把之前所有封锁的人都已经清空了 就现在没有一个封锁的人 因为我发现封锁这个事情就是只能禁止他对我进行留言而已 我本来的原意是希望很多人说不喜欢我的影片 那就干脆不要看了 就是不想让这些人看到我的影片 但是好像每次都还做不到这一点 所以干脆就解封得了 因为我发现每次影片不管流量有多少 倒赞总是那几个 就是这些人还是能看到我的影片 那换一个角度来想想呢 呃 有固定这几个来按倒赞的人的流量 也是不错的 那我就在这里感谢这些人 成为我沉淀情绪 呃 宽阔心胸的基石吧 谢谢你们 那最后我想说呢 就是呃 像这样一些 极端的对我们陆配经常喊打喊杀的人 我真的这里诚心想问问看你们 呃 你们总觉得我们是潜在威胁 那如果说真的 如果我们的亲人在大陆被胁迫 要我们去做一些呃 危害台湾国安的事情的话 你觉得我们会怎么做呢 我平时也就只会在家啊 煮煮饭 然后带带小孩 呃 我我原本主业是做广告设计嘛 难道我就设计两张海报来诋毁台湾嘛 像你们一样诽谤我来诽谤台湾嘛 我我我可能只能做这样一些事情 就是如果要危害台湾国国安的话 你们这里可以给我一个解答吗 我们陆配是要怎样去危害 台湾的国安 台湾是没有法治的嘛 说到危害台湾的国安 说到潜在威胁 我建议你们有精力 对我们喊打喊杀 不如去对一些不是潜在威胁 是已经冒出水面的威胁 而且是威胁到台湾未来的 这样一些可恶的人 十恶不赦的人去喊打喊杀 像这次地震 把之前那个儿福会 虐打儿童的新闻都已经掩盖了 那个新闻后续我不知道怎么样 呃 这些社工到底有没有问题 还有现在黄紫胶这样的事件 这样一些已经冒出水面的威胁 对台湾未来的威胁这些人 你们去对这些人喊打喊杀好不好 这才是很严肃的 一个社会需要消除的问题 好吗 已经冒着我的法会 我愿意的 所以呢 自己愿意 without WinBull 因素 的 用